主席 總共陽性檢測的個案是431宗 現在累積個案在第五波有118.9660宗情報個案 包括744.891宗核酸檢測 和44.769宗快速陽性檢測的個案 在242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裏 有67宗醫管局的個案 另外有47宗衛生防護中心發言所檢測的個案 另外有128宗私人發言所檢測的陽性個案 我們在96宗個案裏做了初步的基因分析 全部都找不到L452R 都是懷疑是Omicron的變種病毒株 在今天的個案裏有16宗輸入性個案 10宗核酸檢測陽性 5宗快速檢測陽性找到 有7宗昨天在4月24日到港人士 影響了4個航班 1個是BR867 1個是SQ882 各有1宗個案 另外QRQR818有3宗個案 另外2宗個案是SQ894 另外9宗個案是早些時間入港 都是第3、第5、第6日的個案 有1個是第12日的個案 就是它的CT值比較低 它應該有機會是一個本地的個案 因為它之前在外地都試過 已經是檢測陽性的 我們在這個殘疾院舍 或殘疾院舍的個案裏 今天沒有新增的院舍受影響 那以有的院舍有影響個案 就是有5宗新的個案 就是有4個 不好意思 應該是有5宗的個案 就影響到4個老人院舍 以及1個殘疾院舍 那就是沒有這個員工的個案 在學校來說 今天多了些學校復課 我們就知道大概有600多間學校復課 有19個學校情報陽性的個案 包括14個快速檢測陽性 以及5個核酸檢測陽性 總共有19個學校 有19間學校 有13個學生 有6個老師 在那14個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因為今天是星期一 有8個今天檢測陽性 有4個昨天檢測陽性 有2個是前日 即是星期六檢測陽性 不過即是一步回來 有5個 即8個裏面 有5個都沒有上學 即是未開學 即是剛才新生開學 其他3個就是之前 即上個禮拜有上學 其那5個是尤其中 另外那5個 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我們也問問為什麼他們會做核酸 有些不同原因 可能是大廈的强檢 或是那些特別原因 是要做核酸 基因可能有病症 有些我們還在跟進 那5個裏面 有1個都是新開學 即是上個禮拜沒有上學 在死亡個案裏,醫管局申報11宗死亡個案,在28日內有陽性檢測報告 現在第五波有19885宗醫管局情報的陽性死亡個案 另外我們在法醫中收多了7個死亡個案,但他們是較早前的死亡個案 一女六男,年齡59至89歲,是2月28日至3月26日之間的死亡個案 其中一個是老人院舍的院友,全部都是慢性病的 經過法醫的分析,他們的死因都是懷疑與COVID有關,所以他們就報回給我們 現在加上他們新增的7位,在醫管局以外所情報的個案就是69宗 包括了66宗是法醫情報的個案,有3宗是中大醫學中心檢測的陽性個案 加上了9,054宗 在那9,054宗,其實現在的粗死亡率是0.76的百分比 沒有打針的就比較高,打了三針的就最低,那個粗死亡率 沒有打針的現在是3.03%,打了一針是1.02%,兩針是0.16%,三針是0.04% 都是很明顯見到打針對於保護這個死亡是很有幫助的 那我都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從未打針的那些人士 或者是未打齊針的人士,就盡快接受疫苗注射 今天是這樣,謝謝 那現在請劉醫生幫我們回報一下醫管局方面情況 是,大家好 就現時就有2,002名的確診病人在國公立醫院 北達如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 以及新冠治療中心阿博本留醫 昨天就再情報多了2名的病人情況危殆 3名的病人情況嚴重 現今就有16名的危殆病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另外亦都情報了11宗離世的個案 都是在過去那24小時離世的 分別為5男6女,年齡就介乎72至95歲 在昨天離世的病人當中全部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其中就有6位是來自院舍的 有6位是沒有打針的資料 2位是打了1針 即是總共8位是72%的離世個案 是未完成2針或以上的新冠疫苗注射的 打了2針的就有3位 在過去一日就有139名的病人康復 當中就包括62名的病人出院的 第五波疫情至今就共有46,921名的病人康復 疫情兩年多以來就共有59,301名的病人康復的 另外就有6名的病人在入院西查或者院內檢測的時候就發現確診 7名同房的病人就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在員工方面至今就共有22,266名的已經管理局員工確診 而當中的21,692名的同事也都返回工作崗位 今天公布是這麼多 現在提問時間請大家先舉手用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在發問之前想介紹一下自己代表傳媒企業 第一位那邊最後那行白色三位 兩位好NOWTV 首先想請教那一小時輸入個案第十二日 其實它是來自哪裏 還有想講清楚是不是當局都估計它是一個復陽的個案 因為你說在外地其實已經有個陽性的檢測紀錄 是不是代表其實這個個案可能它就算出了社區 都是沒有什麼風險當局是覺得安全的呢 另外就是想問回學校那裏 就是之前都講過說隨著就是越來越多學校服貨 可能之後都會預計學校的個案越來越多 那現在就是當局評估就是其實這個風險上 其實有沒有見到學校裏面有些爆發的情況出現呢 還有就是那八個就是今天的快測其實有三個是之前回過學校的 那其實那個傳播風險有多高呢 還有可以說一下比如說他們是否都是來自小學或者是哪間小學 麻煩 那間輸入性個案 即我們暫時定為輸入性個案的個案 就是它在二月一號就在外地 就應該在尼泊爾確診過的 那它後來就已經是檢測陰性的了 那但是當然我們它現在在第十二日的 就是我們進來香港之後檢測就是 就是CT就十九至二十七之間 那當然有個機會都是可能不是復陽的 那但是都是有個機會就是 它是一個在社區感染的人士 那麼我們都會拿了它的那個發言樣本呢 就去看一看跟本地的那些 那些流行的病毒株是否像 還是像外地的流行病毒株 那麼我們現在都是暫時當為一個輸入性個案 因為都是希望分析清楚究竟輸入那個個案的病毒株 那現在的十九個個案 其實剛才我都詳細講過一下 其實有一些都未開學的 那有些就上個禮拜有開學 但是都是一個個案在每一間學校 那其中有一間就是上個禮拜都是有一個老師 就是曾經揚醒的 但是這一次就是學生 但是大家就是不同 就是沒有見面和不同班的 那我們暫時都是觀察著 因為社區還是有個案的 那這些揚醒的個案都很大機會 有機會是在社區 在家人或者是其他社區那裏感染的 那只要他們是沒有在學校 就是產生引起爆發 那我們都會觀察著 那暫時的機會那個就不大 下一位 這邊後面這位 兩位你們很cable的 想問回第十二日檢測陽性的輸入個案 其實估計有沒有機會是一個變種病毒呢 還有估計它有沒有機會在香港的檢疫酒店那裏感染呢 它同層的人有沒有受到感染或者被裂為密切接觸者呢 另外就想問 看到那個疫情連續兩天都是五百以下 其實有沒有機會真的可以好像專家這樣說 可以說提早去到兩個星期之後就可以放寬那個社交距離措施呢 那個第十二日陽性個案 因為我們每個陽性個案在檢疫中心確診之後 我們都會 不是 應該是每個陽性個案 我們都會回去看看那個 他住的那個檢疫酒店有沒有傷害個個案 那我們都在看著 還有有一些都會叫他們做回檢測的 那暫時就未有新的個案 但我們都未過了這些時間 那另外一題是嗎 那這個我想政府都會詳細看著那個疫情和其他因素 下一位 那邊最遠的位 兩位醫生你好明報的 我想問回剛才張醫生說 最新情報的十九宗醫生個案 初步有沒有見到 有沒有一些涉及在學校感染的情況呢 或者是怎樣評估他們在學校傳播的風險呢 剛才提到三個是經快速測試陽性的學生 他們是不是來自同一間學校 還是會不會是同一班的呢 第二個問題 又想問回今天有些專家 例如學伯娘都有建議 其實都可以暫停那個航班熔斷機制 那麼CHP怎樣看這個建議 覺得合不合適去取消呢 還有更期 在一些輸入個案 有沒有驗到一些新的 非本地流行的變種病毒呢 謝謝 那些輸入個案 我們暫時都未收到我們法務所說 有一些新的變種 除了之前講的那個有一個BA.5個個個案 其他那些都在陸續做緊 或者暫時都未見到 那十九個陽性就來自十九間學校的 那麼暫時就不見不到有些爆發性的情況 那麼北京社區都是有個案的 那麼所以如果他們是陽性之後 沒有再上學 那麼其他學校又沒有一些相關的爆發呢 那麼我們都是暫時看著了 那麼我們都是暫時看著了 其實非港人就可以來回香港了 那麼但是就要到檢疫酒店至少七天 那麼想知道 因為現在的檢疫酒店大概有四十幾間 那麼但是想知道其實檢疫酒店那方面其實夠不夠呢 接下來會不會考慮再增加多些的檢疫酒店 還有另外都想問回的就是 因為知道現在疫情都在回落 其實見到社交距離措施呢 都是分階段逐步是放寬著 今天想問一下CHP其實有沒有跟政府相討過 在疫苗通行證那方面其實是不是打算都會一直實施的呢 即是有沒有說去到一個準則 或者一個數字其實會考慮放寬翻呢 麻煩 我想疫苗通行證都是一個好的措施 就是希望大家因為在吃飯的時候 都是一個比較高危的情況 那麼大家如果打齊針就會被相對安排的 那麼當然這些都不會說百分百排除了那個傳染性 那麼所以我覺得疫苗通行證都應該是都會繼續實施的 那麼至於檢疫酒店那裡 我想相關有關相關的部門都會看著那個使用率 或者是有沒有空的地方 我沒有這方面的數字 下一位 下一位 你先問 01的 首先也想問那個尼泊爾即是第12日那個case 是不是一個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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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的話 那個僱主有沒有感染到 如果不是的話 那他的同住家人 有沒有都出現了感染的情況 第二就是都想問一下 今天有專家就建議說 其實疫情都算穩定 都可以考慮可能戶外就不用戴口罩了 就是CHP覺得這個建議怎樣呢 是不是都可以實行到呢 或者現在的疫情的水平 是不是都可以做到這個措施呢 就是不用戴口罩這一樣東西呢 那 就這麼多 麻煩 那位人士就不是外容來的 他是自己住的 所以就沒有家人的 所以我們都會再看看 究竟他是似復養 還是似這個 在社區感染 或當然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都會再看看 那至於那個社交距離 戴口罩那些 我想政府都會一直看著 如果有新的措施 或者改變 都會盡快通知大家 下位 那邊後面我先問你 你好,點新聞記者 首先想請問 就是本港已經連續 十一日確診數字 維持在三位數 那麼請問現在 較多確診的是哪一類人群呢 那麼當局有哪些辦法 可以進一步控制疫情 令確診的數字再降低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高拔生醫生 昨日指出呢 就是3至11歲兒童 接種第一劑疫苗的比率 雖然超過了65% 但是這個數字 並不是十分理想 那麼兒童 將是下一波疫情的高危群組 所以想請問 當局現實 鼓勵兒童接種疫苗的措施 怎樣才能突破瓶頸呢 謝謝 可以用廣東話回答 我想這個 這個現在是三位數字 大家還是靠這個保持這個社交距離 或者是那個個人衛生 當然最要緊的還是打疫苗 因為打疫苗可以控制這個 疫情的那個嚴重性跟死亡率 3至11歲的小童 那個兒童疫苗的接種 我相信有關當局呢 一直在做工作 希望可以就是大幅增加這個疫苗的接種率 在這個人群裡面 下一位 那邊那位女士 你好 經濟部的 都是想問那個尼泊爾 確診那位人士 有沒有說他有沒有打針的紀錄 剛才是不是說他2月1號 在尼泊爾那裡確診呢 有沒有說他那時候 是確診哪一種的變種病毒 有沒有這個紀錄呢 他是什麼時候來到香港 哪一天完成這個檢疫 還有他有沒有一個病徵呢 衛生署都會不會追回這一種 這一種個案的close contact呢 還有想問剛才提到有一間學校呢 之前即今天有學生確診 之前都有老師確診 是不是真的那間學校 其實現在累計有兩種個案呢 那個老師和學生 是不是有同一天 真的回過學校的呢 最後想問CTN那裡 就看到現在那個逗留的時間 好像由4月23號開始 就有兩個禮拜縮短到去 即一個禮拜才去做 即有需要去做強檢 沒有說為什麼會縮短這個時間呢 麻煩你 就那個尤尼泊爾渡港人士 他在2月1號曾經是驗過陽性的 當時CT值30多 但就沒有說分類 即究竟他是BA什麼 所以我們都會看回 他在香港逗留那個 拿到的陽性 究竟的分類是怎樣 是否輸入性 還是跟本港流行性的病毒有關 他是4月12號到港的 那間學校是有兩位人士 即一個學生一個老師 即上個禮拜和今個禮拜是陽性 但是我們都問過他們 應該是沒有什麼接觸的 這個都有可能 因為在社區畢竟還是有個案 剛好有兩個人 確診也是不出奇的 當然我們都會繼續觀察著 看看有沒有其他個案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相關的情況 始終如果學校 每一天都在做檢測 就會容易找到 如果真的有些爆發的情況 那個強制檢測那裡 都是希望就是 因為其實Omicron 都在前伏期相對都是短 當然我們都是用14天 就是一個前伏期 但是希望都是找到一些 比較最高危的人士 可能是之前逗留的前7天 就會最高危的一些 希望他們會 依足指示去做強制檢測 好 他沒有病徵的 他就有打了兩針 Beyond Tech 最後的針是4月9日 所以都… 我要計一計 可能都未必計得到 即未必當是第二針 不是… 對不起 他是2021年打的 應該是有打了兩針 最後的針是4月9日 是2021的 我們回答最後的那位 兩位醫生 您好產生物 首先就是現時多了 可能開始復課 但是現時其實3至11歲 兒童接觸率都是維持六成左右 因為CHV認為這個比例的接種率 對學童的保護足不足夠呢 另外就有專家就認為 現時疫苗通行證 未能夠有效推高過疫苗接種率 就建議當局或者要考慮 進一步對疫苗通行證相關措施加勒 從而推高過新冠疫苗的接種率 那政府怎麼看這個建議呢 還有政府認為這個建議 對於推高疫苗接種率的效果有多大呢 麻煩你 我想3至11歲小童的疫苗接種率 當然是不理想 當然是希望 越多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接種了就越好 其實就… 又不可以說真的 就是旁邊的小朋友接種了 或者是其他人接種了 他不接種 就是不是這種群體免疫的 因為接種疫苗其實是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就是保護自己 就不是說減低傳染性那些 而是說如果真的不幸運 是染到這個新冠之後 始終小朋友都是有併發症 有機會 還有有死亡個案的 最近那些醫科醫生 本港醫科醫生都有提過 很多都是有一些 就算在本港也有一些 就是多系統那些發炎的症狀 都是比較影響大的 所以都希望家長 就帶回小朋友去打針 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就是希望他如果真的染疫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個嚴重的平伐症或者死亡 至於那個疫苗通控症那裡 那些專家的意見 我相信政府一直都是看著 還有看看有沒有需要考慮的 那今天記者會完結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교 大家